Hello 大家好 我是杰哥 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也就是 Realme GT Note 3 虽然说这台手机已经出了好一段阵子 不过呢 终于抵达大马 再来 今天也会顺便跟你们科普一下有关处理器 不一定是段位最高的 他们的性能表现就是最好的 不是 性能表现肯定是最好啦 但是在续航方面 什么叫续航 可能说它的温度一飙高 它的帧率会不会影响到这一些 都是看整体的表现了 而不是说它的段位最高就是最好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设计 其实每一代GT系列它的设计都非常精致 包括这一次的GT Note 3也是如此 设计全速武装冲破视觉界限 晒到双条纹设计 分别带来了热蟒色跟银石色 它的热蟒就好像蓝跟紫双重颜色夹杂 其中形成了一种非常有跑车味道的颜色 上面还以磨砂工艺打磨而成 整体的造型看去毫无违和感 然后它的背盖还是采用一个四曲面工艺 再加上边框的间接全部做得相当的圆滑 它还是一枚轻薄款 握在手上的时候那个手感可以说是非常的精致 但如果你觉得这个颜色这个造型太过的显眼 你要低调一点没问题 它还有一款经典配色狂飙黑 也是以磨砂工艺打磨 阿伯年再大嘛我就不晓得有没有进来 然后去到屏幕不用说嘛 阿伯乐屏是必要的 120Hz高刷是肯定的 再加上还有1000Hz智能触控采样率 在玩游戏的当额呢可以更快的先发智能 玩游戏那一部分等下再跟你说到 不过在颜色这一点呢其实做得非常的够位 因为它还是一面11色屏幕 再加上它的双扬声器 支持Dolby Atmos Surrounding Audio 还有Hi-Res Audio认证 手用于追剧看戏玩游戏 那个听觉体验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极致 And then 在它相机方面跟它上一代GT Neo2比较呢 它多了OIS 光学防守 So 在晚上夜间拍摄的时候 它的聚光凝聚效果都处理的相当可以 噪点方面也非常的低 就好像我在8G赛事拍照 哇那个现场呢 那个我们就不多说 现场的确是非常的热闹哈 重点是这整个赛事全部队员 都是用着Realme GT2 Pro 虽然不是Neo 3啦 But then 你可以看得出哦 它的那个触控灵敏度真的是神之领域啊 因为GT Neo2它也是支持一个最高1000Hz的触控材料 That's why 我说这个GT Neo3拥有旗舰般的触控反应啊 But the 重点是相机啦 因为这一次GT Neo3它是搭载50MP主摄镜头为Sony IMX766的感光元件 在它的画质最高可以支持到4K 60fps 在现场拍摄的时候基本上它的灯光呢算是蛮暗的 可是在拍摄当而呢是没有出现噪点的问题 所以整个画质看去算是非常的丝滑 而且在冲击力方面是非常可以的 因为Realme的演算法是偏于比较shark 但是又没有去到玩那一种 所以整个视觉效果看去接受程度算是蛮高的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 游戏的表现啊 这一次它是搭载一颗天玑8100 还拥有一枚独立显示芯片 这枚芯片所带来的补增技术 GPU渲染速度 各方面的表现都拥有跨越级的提升 在安都多就拿下了80多万分啊 这分数就可以和那个骁龙888比较 而且是在性能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 可以达到这样的跑分哦 可是天玑是走保守路线的 为了就是把温度掌控好 不要让它太烧 同时也能助于续航能力 也就是刚刚我所说的续航能力表现 因为你温度一标高 会影响到手机的触控 吊针的问题 各方面都会大大的影响啊 收信能最高不一定是最好 控温方面呢 那个是真重要啊 在天玑8100 它的控温方面的拿捏啊 虽然是说非常的不错 把连还有一半的功劳就归功于 它的 航天级散热模组 震碳散热面积 39606 3D刚化VC呢 就高达了4129平方毫米 比业界现在的手机来说 面积大了整整一倍 再加上这一次是9层的散热结构 因为之前的话是8层 这一次多一层 那也是为什么它的温度可以拿捏的死死的 再来 GT模式依然继承下来 不知不觉来到3.0 电竞级高帧率优化 比如你在玩和平或王者 它的帧率虽然说不可以去到最高 毕竟我这一台是国际版 所以在王者或和平 它最高只可以支持60帧帧率 不过通过它这一项技术呢 它可以强制把那个帧率呢 调制电竞级 让你玩起来更加的 丝滑不卡帧 再来就是 AI稳增技术 来到2.0了 玩游戏的时候 它的帧率非常的稳哦 首先我们就先说在和平经营 开启GT模式 And then 在左边 你会看到一个小bar 向右滑 你会看到它的game panel 在里面你就可以调整你的触控灵敏度 刚刚就有说嘛 它的最高可以去到1000赫兹顶峰 玩起来那个整体的流畅感呢 算是相当的可以 微拖动画面也不是问题 去到王者只能搭配2-3配置 60帧帧率 所以玩上1小时基本上也是保持在60帧帧率 哈哈 就是很稳就对了啦 再加上它的触控反应是非常好的 如果是对比一些没有这种浮增技术 可能在触屏方面 你会感觉到慢一个0.0几秒啦 那个是对于一些专业的电竞选手 可能感受就比较深啊 如果你之前用住的是在2000以内 属于中高或中端的手机来说呢 你用上这台手机 你就会感觉它的触控灵敏度都有跨越级的提升 再加上全网络为电竞而升 全速矩阵天线系统 自由切换 谁强谁线上 突然间WiFi断掉 and then它会智能切换去移动网络 在这一瞬间呢 是非常的顺畅 and then在续航能力 我可以说是天机8100 不知道是不是它的功耗没有这样高 只搭载4500毫安 but then在马来西亚只有进入80瓦的闪充啦 150瓦暂时没有进间哈 but then后续 不知道周末那边有没有进 希望会进啦 但是在续航能力表现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优越哦 首先在和平或王者平均一小时 只减20% 无间断能够持续个4小时多的时间 而且是在GT模式下玩 and then温度方面呢 最高也去到40度而已 but then在原神的话 它的温度最高是去到43度 我觉得是相当的OK 再加上它的材质方面 握持的时候是不会感觉到烫手的问题 and then开启60帧帧率 晚上1小时 平均耗油量1小时减30% 能够持续个3小时 目前realme GT Neo3 在大马只有一个配置 8加256 大马落地价为2099令吉 我们来做个总结 好像之前我们不是有评测过 骁龙888 或者是ST8 Gen1 它们的性能表现的确是非常的卓越 可是在3DMark压力侦测下 时间一长 温度一高 它的帧率就掉 如果是天机8100 从一开始到最后 它的分数都维持在5000多 稳定性高达99% 如果你拿一个8100 用于日常生活中 打打游戏 应付你工作上的各种大小事物 我觉得是非常足够的 再加上它的相机演算自带OIS 相机表现也是出类巴萃 可以说是全方位歧视 如果是你对这一台手机非常感兴趣呢 你可以到真我官方旗舰店了解更多详情 我也不知道 再记得到 身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